我是中波里李雲 有關本案開發 整體開發 本案基地會以捷運新運公園 算 廣持捷運站旁邊 希望捷運跟本案開發能夠串聯起來 能夠發揮新運計劃區 擴大延伸效果 希望整體開發以後 能帶來整體的效益 建構完整的新運計劃區第二 建設商辦 住宅 超市 音樂廳 養老院 寶童 幼稚園 園區 服書館 越南市 健身房等 休憩的綜合開發 以附在本地區 基民這個生活的基本需求 並將此開發分成差不多六棟來分開的建造 其功能能夠用品各自分裂 以陸之後管理使用 每棟動機最好是排列要整齊一點 整齊每棺 每棟應該是現由計劃道路的路面 寬度會退縮十五公尺以上 並起工地內流出來做利美化使用 以提升市民的住宅也好的生活環境 並配合捷運系統 趕快同時開發也不影響 同時開發同時來完工使用 提升本地區的完容 另外建議本案 最好是計劃公開的招標 公開招標的委託建築師來 專業建築師來規劃設計 以及升建築品質景觀 並要求地址先行規劃幾層樓以前 先做好地基偵探作業 作業結果以後 再來考量要可以蓋多長多高 並避免影響附近周邊住宅的製造錢 謝謝 好 謝謝最後一位 梁靜怡 梁小姐 大家好 我今天這樣聽下來 我今天才知道說 原來柯市長他當初 那種這個廣次國安院是 最主要是為了中繼宅 就是說我們旁邊之後渡更 然後可以住進去 我今天才知道 所以我覺得是 社長你的想法 可能沒有很清楚的傳達給我們知道 所以你思考這塊地的角度 跟我們居民思考這塊地的角度是不一樣 我這樣聽下來是 我們的居民都很擔心安全的問題 還有逃生的事情 但是在整個規劃當中 好像這個東西 你們有聽到 但是並沒有真的完整的做了一個回應 或是說你在設計的時候 有考慮到這個部分 讓大家能夠幸福 那我其實比較想要多聽到 柯市長對於這塊地 你當初的構想 還有後來執行 為什麼會這樣設計 整個理念那個邏輯 讓我們清楚的知道 才不會每次開會 都是你講你的我講我的 然後你知道 那我覺得這有點浪費時間 然後另外就是 當初在設計這個廣次國安院的時候 我知道市長你們有去國外考察 我想要聽的是 你知道國外去考察別的都市的時候 你有看到其他的那個 他們在都市計畫的時候 他的優點是哪裡 缺點是什麼 有哪些東西可以apply在 我們這一個廣次國安院上面 還是說你們當初設計 只是自己就是市政府自己關起來 然後自己這樣設計 然後沒有去參考其他國家 先進他們這種都市規劃 所以我想聽到是這方面的資訊 謝謝 好先 在台上長官回應之前 我們有兩位議員 就是你們做到最後一課 我們是不是有需要表示一下探訪 先聽他們回答 好謝謝 來 這個已經講 這個從7點做到現在 超過兩個鐘頭 已經開始大腦工作